下一個幫你改的人 就是開始錄了嗎? 對,開始錄了 剛剛連線路上的問題是IP的設定被改掉 IP是連接網路的一種方式 那剛剛我們把網路設回來是因為它本來是有指定特定的IP 那因為每一個建築物裡面的IP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設定只能在哪一個建築物可以用 所以要把它改成自動取得IP自動取得DNS位置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是從哪裡進去的呢? 我又忘記了 從哪裡進去? 右下角這個網路的小的訊號這個小角形 點兩下 然後選開放網路和共用中心 我把它放大 好,看到了 點下去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無線網路連線 這裡有無線網路連線 然後點下去 點下去 然後選內容 選內容 然後就可以看到剛剛的設定這樣 設定是在IP的4或6 在IP的4 是其中一個就可以了還是固定 兩個都改成自動嗎? 兩個都要改 對,但這不是每一次都要操作 就是 你就這次改完 除非下次有人幫你改成是固定的 因為會用固定通常是在特定的公司或建築物